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二创的马宝国鬼畜视频也一夜下架 没想到两年后 马宝国重出江湖 不仅成为了大网红 还与名嘴胡锡进了行对决 已经七十好几的马宝国闹出了与他年龄所不符的各种荒唐闹剧 路人诟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马宝国经历了什么 回顾马宝国的一生 这辈子也是跌宕起伏 1952年 马宝国出生于河南省安阳 马宝国出生在武术世家 他的祖父是颇富盛名的武术大师 他的父亲师从祖父 这一代人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中国传统武术 还传授出来一批优秀弟子 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 以实际应用做出了保家卫国的贡献 而马宝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 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练习武术 功底扎实 年少的马宝国 甚至梦想成为一名行侠仗义的大侠 马宝国的父亲曾经是国家干部 所以他的少年时代过得还算优渥 他的出身好 身体素质和政治觉悟都很优秀 马宝国顺利通过政审参军入伍 在经历了五年的军旅生涯后 马宝国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 这时候的他端着铁饭碗 几乎可以说是吃喝不愁 但是马宝国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在眼前 他深知学习与知识的重要性 1977年 全国恢复高考 马宝国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 他认为自己不能农困浅滩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 他考上了南洋师范学院 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后来又参加交通部组织的考试 考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 学习劳动管理专业 马宝国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跃成为高级知识分子 这成为他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读书期间 马宝国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武术 武术已经深深根植在他心里了 马宝国先后遇到了上级 马里堂等名师大家 融会贯通了武学与力学知识 创造了自己的绝学皆化发 后来他又跟随郭生海 王长海等前辈 学习了针灸 太极拳等 就这样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在武学层面上 他都始终保持着学习进步 大学毕业后 马宝国回到河南老家 河南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发源地之一 那离武术氛围浓厚 这样的环境让马宝国很是高兴 马宝国拿着稳定的工资 过着安逸闲适的生活 那段时光应该是他最轻松快乐的时候了 2000年 马宝国的儿子马晓阳考取了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学习资格 马宝国为了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 即使面对昂贵的留学费用 他还是支持儿子留学 他不仅拿出了所有积蓄 还背上了高额的负债 一方面 为了孩子在国外获得更好的照顾 另一方面 他也希望能够亲眼见识外面的世界 马宝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陪同儿子一起来到了英国 这成为了他的第二个转折点 当时国外很受到李小龙 成龙等一些功夫巨星的影响 对中国功夫有一些好奇心理 而马宝国恰恰是抓住了国外这种心理 开始对自己进行包装 他穿着一身标志性的糖装 先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在人来人忙的公园草坪上 摆足架式打一套太极拳法 在老外面前展示神秘的中国功夫 当然其间还夹杂着自己的绝学接化发和五连编 配合上宣传和广告 竟然真的把外国人唬住了 他们把马宝国当成了功夫高手 都想从他身上探寻中国功夫的奥秘 很快他就收了一批外国人当徒弟 刚开始时收费很低 一小时几英镑 渐渐的人越来越多 马宝国开了一所武术学校 费用也随之水涨船高 他凭借教授武术 在英国过上了有我富足的生活 2004年 马宝国创立了英国混元太极拳协会 马宝国在国外赚到了第一桶金 也尝到了教授武术的甜头 2007年 马宝国的儿子马晓杨毕业 父子俩又双双回到中国 二人在上海先后创立了混元行义 太极门和上海混元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 他从外国的一个功夫 老是摇身一变 成为了太极掌门 自诩为一代宗师 大肆敛财 欲贺难填 马宝国已经不再满足于武术大师这个身份 而是借着这层皮掩盖其商人的本质 回国后不久 他写了一本名为《我在英国教功夫》的书 在这本自传中 他讲述了在英国弘扬中国传统武术的经历 并且自笔李小龙 在马宝国的刻意宣传与误导之下 很多人开始逐渐相信他的武学成就 靠着这套商业模式 他不仅还清债务 还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买了房 2015年 马宝国受邀回到英国 和外国的搏击高手切磋比试 马宝国对搏击运动颇感不屑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去追逐搏击运动了 而没有人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武术 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10年64岁的马宝国 一日之内迎战两大高手 上午战胜了英国妈妈 选手欧文匹特 下午战胜了英国无限制搏击选手托尼 在与欧文的比赛视频中 马宝国运用他的绝学皆化发 轻松地将这个英国人打飞了出去 大获全胜 这段比赛视频 也成了混元行义太极门的重要教学和宣传资料 在与托尼的对战中 马宝国面对身高近一米九的对手 丝毫不慌 轻松将对手推了出去 在视频中 马宝国介绍说 皮特是英国太拳王 巴西柔术国际冠军 欧洲妈妈国际冠军 马宝国声称 这就是实打实的真实比赛 他四两拨千斤地接住了欧文的拳 并打了回去 他说 欧文的速度没有自己快 自己如果用快拳 欧文更不可能接住 但实际上 欧文是妈妈选手 但不是冠军 职业生涯占几为15胜8负一平 而且 在他与马宝国比赛时 已经退役两年了 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数年后 欧文却对这段视频进行了澄清 他表示 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式比赛 自己只是受雇于这位老人的弟子 去拍摄宣传片 2020年 胆大妄为的马宝国参加了山东民间武术大赛 正是这场震惊全网的比赛 撕开了马宝国武林高手的面具 让他一息之间彻底沦为了跳梁小丑 在这场比赛中 马宝国遇到了耿直的王庆民 69岁的马宝国对战50岁的王庆民 这场比赛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 王庆民是一个搏击教练 也曾经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 在部队学习过其拿散手格斗 退伍后又学习了九节鞭等软兵器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王庆民是一个真正的传统武术学者 只想为传统武术而战 他在当地曾施打时的多次获得拳术器械一等奖 在王庆民与马宝国的对抗比赛中 王庆民以行一拳对战马宝国的揭发绝学 令人震惊的是 不到30秒 马宝国就被打倒在第三次 三拳击晕在地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局面 这场比赛让马宝国彻底颜面扫地 三天后 马宝国重新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试图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 在视频中 鼻青脸肿的马宝国还在借竭力维持大师的体面 马宝国先是训斥了年轻人不讲武德 对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拳脚相加 然后又解释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还劝王庆民耗子为之 可惜士宇认为 视频已经发出 不但没有挽回马宝国的形象 反而将这场闹剧推向了高潮 马宝国鼻青脸肿的形象和别角的口音 更是成了鬼出去的热门素材 后来 马宝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使他遭到了群嘲 然而 这一场流量至上的商业炒作 终于让马宝国受到了反噬 受到各方的批判后 马宝国终于试图悬崖勒马 面对恶搞剪辑 马宝国回应称 远离武林 已回归平静生活 但是次日 他就宣布将参演电影《少年功夫王》 电影虽然一直未上映 却足以说明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同时 马宝国开始承认太极是养生 并对网上泛滥的各种假账号和假弟子进行了打假 但是不仅仅是网友对他的明朝暗讽 就连官媒也发表了评论马宝国闹剧 该立刻收场 文章中严厉批评了马宝国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 斥责致使神丑行为 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招摇撞骗 是对价值体系的荼毒 此日 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发布公告称 已经解散马宝国相关的粉丝群 他的这一次退出 既是顺势而为 也是断尾求存 虽然马宝国被点名批评 但是他的个人网络社交账号并没有被封禁 虽然江湖中不再有他的身影 但是经典名梗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3年 销声匿迹了三年的马宝国 再次出山 又开始了直播带货的网红之路 文讯赶来的网友们 瞬间挤满了马宝国的直播间 观看人数一度超过10万 直播的4个小时里 马宝国卖出了1.5亿万单 销售金额41万 虽然弹幕里仍然充斥着耗子 为之等调侃吸血 但是马宝国又一次以流量盈利成功 不论他的武术功夫到底是真是假 马宝国已经陷在流量的漩涡中 成为流量的产物 马宝国创造流量 也被流量挟持 马宝国本身是一个坚毅勇敢的励志人物 本可以拥有一个像他描述中那样的 顺遂 平静的生活 但是现在看来 当热度退去 所有人平静下来 回归现实生活 马宝国迷失在利益当中 不禁令人唏嘘 传奇人物马宝国 没有成为年少梦想中的一代大侠 反而成为一个不知其可的商人 马宝国化身为一位新年使者 用他独特的方式 给全国观众带来了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